谈谈汇丰,汇丰明天就公布业绩的 市场预期的列仗基准 税前盈利就会倒退3成6 好,Kenneth问你 汇丰业绩前怎么看 想问短线的操作 短线操作,看你有没有货 没有货,短线操作就没有跌 我觉得买上去不抵博 下来的机会大大 你去扣它也不会特别直博率高 因为不会跌太多 所以说直博率的一样东西就是 会不会进入后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止舍位 可以设置到,没有的 现在汇丰上面刚刚穿位就是说 穿完位之后,这些止舍位不止舍是变的 就是你如果随便,譬如现在说 我刚刚说,你看一套100天线 50元左右这些位置做止舍位是OK的 看起来很合理的 但现在市最流行就是说 可能次一市50元,打完止舍之后 接着又抽升,又会有这样的状态 汇丰我们说基本因素上的问题 不知道它有多少俄罗斯的资产 客户上面的Expo 一出业职位发现有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 就直接建50元建 所以短线沽就是沽你的一样东西 但问题是加息周期 大家都知道的 汇丰可以受惠你的一样东西 息差会有机会狂阔 但息差狂阔的大前提就是说 你要多借钱出去 经济状况OK,你才能够受惠 今年本地银行股 为什么现在的加息仪是这么强劲 都不能够升上去破坏 原因就是这样 经济前景仍然是不明朗 即是现在你说香港的业务上 恒生银行、汇丰行这些 你看到两者都不会特别强劲 因为问题就是 逆后复苏的状况仍然是不明朗 整个经济前景仍然是不清晰 欧洲还大事 所以欧洲的业务上会突然间有个大型的规则 减值损失 又变回输钱 ROE跌下去 有几个可能性 所以汇丰升又升得不多 跌就很难去评论 未必暂时看到可能性跌很多的情况下 不需要博 但如果你硬要最炸股 你没有做任何杠杆 反正都是看升跌 破坏 维持策略都是看跌 短线出现的状况就是 破坏常常反弹 但是长远做下去 我现在维持这个策略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所以你看汇丰 穿了位 没有一个月的 这四月以来的低位 这些位置就不要乱反弹 业绩上很难有太大看头 除非就是业绩达到一个转捩点 但是我认为转捩点也好 还是摘多弹一点 不会特别高直播率